这一整套从电池保护到主控升尖牙 再到无线发射的元件组合 不仅有完整的品牌与技术血统 也通过各自的工作原理 支撑了QI-2规范下的高效安全稳定输出 为整机长期可高运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咱们要继续深挖这款品胜QI-2磁吸充电宝 上期测试已经证明它的协议兼容性极其全面 9V 15-20W快充全覆盖 转换效率更是冲到额定82% 电信还是宁德系ATL的聚合物大厂出品 但是纸面数据只是开始了 真正说明设计实力的是QI-2无线协议健全 和高功率连续拉载的极限考验这两项 是检验无线控制芯片 线权匹配散热与保护策略是否到位的核心关卡 只有了解了协议和功率的真实极限 拆开外壳时 我们才能更精准的读懂每一颗芯片 和每一段电路背后的设计逻辑 准备好了吗 接下来的测试 才是这款品圣直系充电宝的真正的硬核开展 这就是我检测出来这个充电宝的QI-2认证的信息 认证ID为021780产品的型号 然后认证的时间是2025年2月18号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宝 它的无线协议的情况 这就是检测出来这个充电宝内部的 无线充电协议的情况 有基础的5瓦 QI-2 MPP的15瓦和Apple 7.5瓦 涵盖了苹果手机的三个无线功率的档位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 对这一个QI-2的品圣磁吸充电宝 做一个烤机测试 现在做的是7.5瓦的半个小时的烤机 我们来看这个磁吸充电宝 可体的一个具体温度的情况 计时器我们计时到30分钟就截止了 负载仪的曲线图我也会截取下来给大家看 这个充电宝已经运行了30分钟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烤机的曲线图 30分钟没有停过功率很平稳 手感摸上去肯定是有温度的 这个时候我们用瑞相仪踩到 它表面的温度为40.6摄氏度 这个温度不算高 我们现在就是让它冷却下来 接着就是做QI-2的15瓦功率拉载 现在是这个充电宝QI-2预行的状态 大家看一下我录制下来的充电曲线 前前后大概测了4次 这是第4次 还是5分钟左右 它会从QI-2的10级瓦的功率 降到7.5瓦左右的功率 这个时候我测试了一下 它表面的温度只有35度左右 但是充电口这里面的温度 已经达到了53摄氏度左右 应该是官方为了不影响使用体验 做了这种降功率的策略 这样持续运行30分钟下来 它的表面温度还是在41度左右 跟前面7.5瓦测试是一样的 这个是官方为了不影响使用体验 而做出了一种降功率的策略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品声QI-2磁吸充电宝 把它全部拆解开 看看内部的电路和电芯用料的情况 充电宝拆解有不可供量的风险 内部有锂电池有爆然的风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铝合金的壳体 这一面是塑料的壳体 中间有缝隙我们直接从这里把它撬开 用上刀片掐入缝隙里面 撬的差不多了 直接用上咱们的指甲 直接就可以把它抠开了 卡得非常的紧 撬开以后我们就直接把这个电芯的正负极扯断了 这上面是一张磁末符合导热贴 挨在这个电池上面的 然后这里还有一张3M的双面胶 把这个磁吸圈固定住 NTC热敏电阻掐在这个电池缝隙里面 用来检测电池的温度 直接拉出来 电芯用双面胶固定在这个铝合金的壳体上面 便于电芯的散热 这上面就是主板部分 有三颗螺丝进行固定 拿出这个无线充的励质线圈 底部的强磁磁铁圈 刚好镶嵌在这个塑料的壳体上面 这个就是我们拆下来的主板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 然后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及元器件使用的情况 我们下期再见 这款皮肾Qi2磁吸充电宝 从系统架构上看 这是典型的单电性供电 同步升降亚母线 再到有线快充与Qi2无线发射的三段式设计 再给大家讲一下 我为什么要对Qi2认证的磁吸 做健全及烤机测试 在Qi2的规范下 健全是开启15瓦无线快充的前提 发射端必须与接收端完成加密握手 确认双方的身份和功率等级 才能允许大功率模式工作 这一步依赖于内部的Qi健全芯片 与无线控制芯片配合完成 确保无线输出既安全又合规 与此同时 无线烤机测试是验证电路的可靠性的必须环节 它通过长时间的高功率拉载 把功率转换 温控 保护策略 推到极限 从而确认系统在持续运行时 能否保持稳定并及时保护自身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电路级元器件章节 详细解析主板布局与关键芯片 看这套电源与无线系统 是如何在紧凑空间内完成高效输出与安全控制 首先是电池与保护电路 是这款充电宝的根基 核心电芯来自宁德新能源ATL 2008年成立 是日本TDK集团属下全职独立运作公司 总部位于中国香港 是全球领先的高能量密度聚合物理电池制造商 也是多家国际手机与笔电品牌核心供应商 它提供的5000毫安时 18.75瓦时单串聚合物电芯 以低内阻和高一致性著称 是整机安全的续航保障 为守护电芯安全 电路采用深圳艾普林科半导体的 S8261单串保护芯片 集成了过重过放过流短路检测等多重保护 艾普林科2017年成立 专注小型低功耗高精度模拟芯片 与保护芯片配合的N1835 背靠背MOS开工馆 提供双向断电能力 S8265精密取样电阻 适时检测电池电流 为保护芯片提供准确的电流反馈 电池保护局还配备一颗来自乐山无线电的 LMBT3906DWET1G 符合三级管 持管用作三级驱动与电瓶前卫 使保护动作更加迅捷可靠 LMBT3无线电1970年代成立 长期制造分立半导体 除了电源安全外 交互与无线电认证也被单独考虑 FM1210QIR健全芯片 由1998年成立 深耕安全芯片与加密控制的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研发 它符合WPC-QIR标准的安全认证要求 能够完成设备身份认证 密钥协商和数据完整性交验等 全套安全流程 确保发射端与接收端 都是经过官方诉求的合格设备 只有通过这道严格的安全健全 高功率15W QIR-MPV磁器坏充 才会被允许启动 从源头上保障无线充电的安全 兼容和标准一致性 深圳西元特HK01BS触控芯片 配合旁边的感应片 实现低功耗电容触摸唤醒 带来轻触即响应的用户体验 主控与无线电路负责把电池的直流能量 高效地分配给有线或者无线输出 系统供电由南京威蒙电子的 M12188电压转换芯片完成 通过同步生压与轻载PFM模式 为主控和外围提供稳定低损耗的电压支持 威蒙电子2010年成立 是国内模拟集成电路供应商 旁边一颗乐三无线电出品的LMUN5314DWETEG 带类至电阻的数字三级管 负责开关条理与电源时序 使商店和待机切换时更加平稳 整机的大佬是深圳点诗半导体的DS5136B主控芯片 点诗成立于2023年 专注快充协议和移动电源SOC 这款主控集成丰富的多重快充协议 并通过一颗N306DN双NMOS开关管 与一颗4.7VH的合金电感 组成同步生间LTOP 实现从单串电芯到系统母线的高效能量转换 电磁端采用4颗MLCC作为滤波措施 输出则是以100VF25V固态电容 配合3颗MLCC完成滤波 无线充电部分使用深圳静心V的CV90367控制芯片统筹 它驱动4颗QTL0308ADMOS管 组成全桥功率级 并结合0310AMOS管完成无线输出的开关与保护 外围的这些MLCC与粒子线圈 一起构成高频LC携证网络 由16兆赫兹精正提供精确的时钟基准 确保工作频率和携证点稳定 还配置一颗NTC热明电阻 适时监测电芯的温度变化 并将数据反馈给控制芯片 以便在温升过高时自动调整功率 或者出发将额保护 保障QI215W模式的持续安全运行 此外 深圳创新微电子的358运算放大器芯片 参与电流电压检测与信号条理 确保无线功率的闭环控制精度 这一整套从电池保护到主控生间压 再到无线发射的元件组合 不仅有完整的品牌与技术血统 也通过各自的工作原理 支撑了QI2规范下的高效安全稳定输出 为整机长期可高运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从测试到拆解 从外观到内部电路 把这款品牌QI2磁吸充电宝的关键环节 都完整的验证了一遍 核心电芯来自宁德新能源ATL 实际放电容量高于标称 测试中它的协议兼容性非常的全面 整体额定转换效率可以达到82%左右 无线充电7.5W档可以连续半小时稳定 速挖档虽然会在几分钟后降功率 但这是QI2标准下正常的热控保护策略 目的是保证安全与使用体验的折中考量 在整机的能量质量上 文波始终低于200mV 优于国标要求 电源干净度足以支撑手机边充边用的稳定度 从电路设计来看 它采用的是单电芯同步生键安補线 加QI2无线发射的标准架构 核心器件来自多家知名厂商 比如上海复旦微电子的健全芯片 严格执行QI2的安全认证流程 是保证15W磁吸快充合规启动的关键 深圳寄信微电子的无线控制芯片 联合全桥MOS与高频协证网络提供稳定的无线输出 以及南京卫谋的DCDC 爱卜宁科的电池保护等器件 共同组成了高效率的供电链 这些元件的选择和搭配 使得这款产品在体积效率 稳定性和安全性上达到了旗舰级充电帽的水准 从消费者角度来看 这款品圣QI2磁吸充电帽 有几个亮点值得肯定 协议覆盖广 电芯品质过硬 容量实测不需标 散热与安全策略成熟 综合测试表现和内部用料 这款品圣QI2 5000毫安磁吸充电帽 无论是作为iPhone的磁吸伴侣 还是多设备日常快充补电 都具备扎实的工程底子和稳定的实用体验 如果你看中的是安全可靠 协议全面 无线有线良用的磁吸快充产品 它会是同档位中非常值得考虑的一款 测试为了解 才是为了真相 认真测试 客观输出 我是李火测试 非常感谢各位老铁们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有你们的陪伴 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